就在前几日有八卦媒体爆料演员无雷粉丝分享应援用品 其中一个可以旋转的电风扇上标语 依次内涵女演员赵露丝 印发了网友的热议 据悉改粉丝称自己收到了高贵的无雷粉丝毛巾 并且还有几个可以选自的电风扇 说是可以选自的电风扇 其实就是一个小的手指风扇上 利用灯光能显示一些文字 从网友分享的照片来看 应该是有三款不同文字 其中两款分别是草木人间 不需此行和暴雪将至入行入隔 看内容应该是粉丝在宣传的五类新电影 不需此行和电视剧暴雪时分 如果只是这样 那么这应该就是普通的娱乐圈粉丝在炫耀应援用品 但有意思的是 在其中一个电风扇上写了麻辣隔壁 此漏一条这八个字 说犀利话 刚看到这八个字的时候 也是让人内心非常萌圈的 这都是哪跟哪啊 前面四个字是骂人的话 后边四个字也不怎么吉利吧 但从改粉丝分享时候的文案上看 应该是对这几个应援用品非常满意的 几个嘴眉鼠眼的小表情用得起飞 所以这标语不像是程序错误或者打错字了 最后有一次知情的网友透露 这个麻辣隔壁死漏一条 疑似是在内涵和吴磊合作过的女演员赵露斯 的确赵露斯的路和吴磊粉丝分享这个小风车上的路 都是一个路 并且在网上搜索这个死路一条的词条 都是一些吴磊粉丝在说赵露斯 其中用词都非常不客气 铺天盖地全是内涵 如此可见这次吴磊粉丝拿出来的应援用品 应该也是在内涵赵露斯了 看到这儿 相信一些不怎么网上冲浪的网友 内心肯定非常疑惑 怎么吴磊粉丝应援的时候提赵露斯干嘛 哎 这个古话说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要想弄清楚吴磊粉丝和赵露斯粉丝恩怨 还得从之前两人合作的电视剧《行汉灿烂》说起 当时吴磊和赵露斯一同参演这部大制作古装剧 两人在剧中扮演情侣 从播出的效果来看 这部古装剧收获还算不错 这部剧的成功 那时候也为吴磊和赵露斯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许多可两人CP的网友 还弄了一个无路可逃的CP名 时常为两人应援 但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赵露斯的单人粉丝和吴磊的单人粉丝 以及赵露斯和吴磊的CP粉 这三拨人忽然就闹僵了 喜欢吴磊和赵露斯的粉丝 觉得两人是天生一对 而不喜欢的 则恨不得两人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净 尤其是后面赵露斯出现了一些负面 包括狗仔爆料 他片场上让女助理拖鞋耍大牌等事情 以及后面他在新作品胡同采访时说错了话 被官媒点明了 绝望的文盲导致赵露斯的口碑下降的厉害 并且就在今年的2月25日 关于吴磊和赵露斯在拍摄星汉灿烂时的奇马戏的视频 成为热点话题 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 阅读量高达7613.4万 让人不禁思考背后的细节和背景 最初看到这段视频 让人误以为这只是男女主演之间的轻松花絮 然而事情并不简单 赵露斯和吴磊在一体马上骑行 但赵露斯似乎被吓到 情不自禁地大声尖叫 并口出脏话 质问为何马在电影未正式开机之前就突然奔跑 吴磊则试图解释已经开机 但赵露斯显然陷入了恐惧之中 这段视频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一些网友认为吴磊无辜 质责赵露斯素质不高 毫无道理的责骂 而另一些网友则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良好 指出吴磊在事后还擦拭了赵露斯的眼泪 显示出友情 然而要理解这段视频 我们需要回顾事件的背景 在拍摄期间 导演要求赵露斯扮演一个不会骑马的角色 而他实际上是会骑马的 这要求他在拍摄骑马场景时表现得惊慌失措 这对演员的表演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当导演宣布开机时 赵露斯因为在整理头发而没有听到 导致他误以为马已经惊了 开始狂奔 因此感到极度恐惧并哭泣 在视频中赵露斯大声尖叫 但镜头一转 他和吴磊已经停下来 导演赞扬他出色的表演 而他则解释说自己没有听到开机的指令 误以为马不听话一直跑 这段视频一度被用作星汉灿烂的幕后花絮 并展示了赵露斯出色的表演 然而最近有余记爆料称 两人的CP粉早已知道了这一事件 却试图隐瞒真相 根据这个爆料 粉丝发现早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人发布了消息 声称有一段马戏的花絮有内幕 但被暂时封锁 这则消息发布于2022年5月29日 正值星汉灿烂电视剧播出前夕 还有网友爆料说 男主角在现场被女主角破口大骂 但男主角保持风度并未发火 然而在晚上 男主角在剧组群里发了一个大红包 希望第二天能早点杀青 虽然这位网友没有具体提到演员的名字 但这个爆料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关注 这一事件背后的真相和细节 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探讨 无论如何 这段视频的曝光 引发了对演员职业素养和幕后花絮的热烈讨论 也让观众更加关注了电影制作背后的故事 可能也是上面这几个原因 导致无类的粉丝看赵露丝越来越不顺眼 但是正常人想着是 无类粉丝对赵露丝不满意 顶多是不再追两人的CP 没想到私下里已经闹成这样了 说句公道话 无类粉丝这次的应援词用的可真的是差劲啊 再怎么对赵露丝不满意 也不能说人家赵露丝是死路一条啊 王小李说这是非常不尊重人 望大力说这不是传播负能量吗 放眼整个娱乐圈 明星自己搞应援 却骂合作女演员的行为 无类这家也是独一分的吧 况且无类近期几部剧口碑好像都不太行 反观赵露丝凭借颜值和影响力一直混得风生水起 一个走上坡路一个走下坡路 本来就非常尴尬了 无类粉丝这时候才闹出这个事 真是生怕无类不良啊 但其实赵露丝在娱乐圈里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被人称为娱乐圈中的茶姐 因其不断涉及的绯闻和争议言论而备受关注 出生于四川成都的赵露丝 自小家境优渥 长相甜美 因此在学校中备受追捧 高考师由于学业成绩不佳 他的父母为他在台湾民到大学买学历 大学时期他曾因卖馄饨的照片而火边全网 被称为馄饨西施 赵露丝的演艺之路起步较早 他的父亲与芒果卫视的汪涵关系亲近 因此他得以参与脱口秀节目火星情报局 此后他的知名度逐渐上升 先后与多位男明星传出绯闻 如李红毅 刘玉宁 杨阳和吴雷等 尽管赵露丝的演艺生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他的争议言论和行为 也为他带来了不少负面舆论 例如他曾将台湾称为国外 并代言了辱华品牌 此外他在拍摄革命片时 将建党和建国混淆 引发了官方的不满 娱乐圈中有些明星因其才华和作品 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但也有一些明星因其争议行为和言论 而备受关注 这些争议明星往往因意识之气 或不慎言辞而成为舆论的焦点 例如某些明星因涉及毒品 救驾等违法行为而被捕 或因在公共场合发表不当言论而引发争议 这些争议事件不仅对明星本人的形象和事业造成了影响 也对其粉丝和广大观众产生了负面的心理影响 因此作为公众人物 明星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避免因意识冲动或疏忽而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 但同时 媒体和公众也应该对这些争议事件持有理性的态度 不应过于放大其影响 更不应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 总的来说 娱乐圈中的争议明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 我们应该对这些明星持有公正和客观的态度 同时也期待他们能够更加成熟和稳重 为广大观众带来更多的优质作品 在当今的娱乐圈中有一种特殊的现象 那就是流量明星 这些明星往往因为某些特定的事件 外貌或者是社交媒体的热度而迅速走红 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和关注 但与此同时 他们的真实才华和作品质量却常常受到质疑 都说粉丝随正主 明星应该正确引导粉丝 吴磊这个人平时看着挺争能量 但是也挺正式 一平一笑都挺帅气 怎么把粉丝给培养成这样了 俗话说 粉丝跟随风向 明星应该正确的引导他们的粉丝 吴磊本人似乎是一个积极正式的人 但他的粉丝却让他变成了这样 如果他不能更好地管理他的粉丝 我预测他最终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在光芒与阴影之间 有些人如日中天 有些人则是日暮西山 这种对比原本就足够令人尴尬 而在这关键时刻 吴磊的粉丝竟然掀起如此风波 仿佛在助长他的低谷之势 人们常言 明星的影响如其粉丝所示 吴磊他向世人展现的形象 总是正能量满满 风度翩翩 然而 他的粉丝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偏差 若吴磊不及时对这群热血的粉丝进行引导 担忧他未来可能会被这份过度的热情所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